我們給我們現在 今天來的十四位孩子 家長都發了一個調查的問卷 哦 對 你是否願意讓孩子 以後成為舞者 哦 好 我就先念念楊楊的吧 好不好 喜歡的事情做到極致 變成了價值 這是韓宇老師說的 我們當年願意讓楊楊 去成為像韓宇老師 一樣出色的舞者 把街舞發揚光大傳承下去 楊楊也說過 自己想做舞者和小演員 希望她堅持走下去 長大了也多一條選擇之路 楊楊媽媽 一個是諾諾的媽媽 她們家是願意 自己的孩子成為舞者的 然後有一個點就是 她們說學習舞蹈非常辛苦 每次累到爬不起來的時候 在一個六歲的孩子的身上 看見了她對夢想的這種堅持 然後希望她 在以後的人生的旅途當中 不管遇到多苦多難的問題 都能夠不輕易放棄 就是我發現 其實家長是知道 孩子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過程是很艱辛很苦的 那麼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讓孩子們能夠知道 我們一定要腳踏實地 每一步 每一個腳印的踏踏實實地走 那麼我們的未來的路 才會非常非常的光明 我覺得是家長能夠支持孩子們 可能更多也是看到了這個過程 當然也希望這些孩子們 能夠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 當比如說像我們這麼大了 或者是再學一段時間了之後 能夠感受曾經自己的努力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 對我覺得就夠了 我這個是蕭傑老師的孩子 蕭琳她媽媽寫的 這讓我挺意外的其實 說願意 但是我想讓蕭琳成為科學家 哈哈哈哈 猪猪咋 我想讓鎖到成為一名偉大的喜劇演員 這是蕭傑老師說的 蕭傑老師本身就是一個很有喜劇的 高興的舞蹈 對 所以我覺得都是相通的 蕭傑老師 這個是幼幼的媽媽 我很支持她成為舞者 因為幼幼是真的發自內心熱愛舞蹈 即便沒有去舞房練舞 也會在家裡自己對著視頻 練習一個小時以上 很顯然這個孩子在舞蹈中 找到了自信 她說的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就是 能站在這個舞台上跳舞 我感覺自己會發光 這個就是跟黃老師 找到了那種發光的感覺一樣 對 找到自己的世界了 另外一個世界了 還有小如意的媽媽 其實她最後一句話很重要 就是開心快樂最重要 王淳媽媽也是這麼說 說能把愛好變成自己的職業 其實是最棒的 很幸運 很幸福的一件事 對 每一個時代父母的支持的程度 都是不一樣的 我當時剛跳舞的時候 當時的中國街舞是沒有被 像現在這麼認可的 當時我的街舞老師就這麼給我講 如果跳得特別好的話 確實可以 如果你就跳了一般 然後自己要靠這個來吃飯 賺錢 養家糊口的話 那把牙餓掉 當時這是原話 對 就是說你現在的小朋友 他們是最幸福的一代我感覺 對 我們跟大家說的事 就是沒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有個像能達到 作為老師這樣的成就 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達到 但是你讓孩子學舞蹈的 初心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 其實100個學生裡面 有多少個能成為職業舞者 我不知道 但是你經過了這麼專業 這麼的嚴厲高要求的 去訓練和要求自己 那其實之後我覺得 你再去做任何事情 你都會去高要求 嚴格要求自己 所以我是希望通過舞蹈 這件事情 讓他們有一個態度 師傅 我要跳舞了